大家好,我是小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不要错过每天的小说更新,言情有声小说,樱桃琥珀 第一集,林奇乐一生中曾遇过无数看似跨不过去的坎,每一次他都跨过去了,九岁那年,发生了一次意外,没路了,于乔个子高高的,鞋底踩过了那道悬崖边,细小的石子从他脚下落下去了, 远远的跌落山崖,回忆好久都没停,下面不知有多深,肚上瘦瘦的,在旁边背着书包,两条腿直打哆嗦 他伸长了脖子,探头往悬崖下面瞧了一眼,不行不行不行,肚上脸色惨白,后退几步,太吓人了,回去了回去了 蔡芳元,一个胖堆,落在老远老远后面,明明他也和其他人一般年纪,九岁而已,身体却太过沉重 是个用两只细脚勉力支撑的球体,距离山崖还有几十米的时候,蔡芳元就走不动了 他扶着膝盖气喘吁吁,骂道,林奇乐你带的什么臭路啊 林奇乐,四人中唯一的女生,他站到了悬崖边,穿着小裙子,居高临下 定睛瞧这片幽深的山谷 他又抬起头,睁着一对樱桃式的大眼,瞪向了几十米开外,悬崖对面那条林中小径 我可以跳过去 他突然大声说 你不能 于乔从旁邪灭了他一眼,立刻说 你有病吧 蔡芳元在后面喝道 林奇乐不肯放弃,他今天一定要去对面的养殖场,去看对面村民伯伯养的大白鹅 我可以飞过去 他喊 杜上从旁边直接翻了个大白眼,伸手过来拉林奇乐两截粉胳膊 回了回了回了 林奇乐心有不甘 把嘴撅着 太阳还未落山 他们四个小学生走在从山崖回学校的路上 林奇乐踩过地上厚厚的松针 听那咯吱咯吱的声响 他对肚上 于乔一本正惊道 书上写了 如果我们刚才下定了决心 鼓起勇气 跳下去了 就会有翅膀从我们背后长出来 就可以飞了 于乔个头最高 少年老成 他双手揣在裤兜里 想是已经对林奇乐这番言论见怪不怪 杜上则从旁边皱起了眉头 一皱就牵动他额头上的窗壳贴 他对林奇乐认真说 肉饼你见过吗 樱桃 就工地食堂照大妈窗口卖的那种 肚上伸出双手 在自己跟前笔划一个圆 到时候真飞出去了 你的脸就摔成这么大 就这么扁 胳膊腿也得摔扁了 就像那个大大卷似的 蔡方圆走在最前头 正从兜里摸大大卷来吃 肚上给林奇乐一指 你看了吗 就蔡方圆那个大大卷 你看让他嚼巴的 到时候你摔下去就那么恶心 蔡方圆嘴边垂着一截 还没吃得大大卷 他回头美好气道 还让不让人吃了呀 林里本没有路 弃而不舍的人多了 自然就走出路来了 临近山下 有一道长约五米 高一米多的矮墙 红砖砌成的 是群山市市政府专门在此修建 好拦截那些不知情的过路人 此路不通 上山危险 也想挡一挡林奇乐 于乔这种胡作非为 喜爱冒险的屁孩 虽然很难 林奇乐爬上土丘 他手扶着砖头块 从矮墙上爬过去了 杜上跟在他后面 嘟闹 今天走了这么半天 也没看见大白鹅 樱桃 我放学想去你家 看张奶奶送你的小白兔 不行 林奇乐说 他一口拒绝 感觉很有情绪 为什么呀 杜上不满意道 你就会恶心我 林奇乐跳下了墙去 他站直了腰 拍拍手心上的土 不高兴地说 你还想恶心我的小白兔 于乔从墙头上跳下来了 一抬头 看见林奇乐已经一个人朝学校的方向风风火火跑远了 四个人里他总是窜得最快 风驰电掣 腾云架雾一般 不是 我 杜上站在原地 欲言又止 他望着林奇乐的背影 回头对另两人愤愤不平道 我没射恶心兔子干嘛啊 群山市里的纳税大户 群山中能电厂 下午五点半才下班 下设的电厂小学 为配合职工家长们的下班时间 往往也把孩子们留到五点半才走 公元1999年9月6日 星期一 下午五点 中能电厂小学教导主任站在门卫室里 他翻桌手里的学生名册 嘴里骂骂咧咧的 四年级一班 林奇乐 于乔 杜上 蔡芳源 他端起桌上的保温杯 好饮一口 涂掉嘴里的茶叶墨子 这个小四 人帮 等我今天抓着了他们 林奇乐等四个小学生 双手双脚爬在水泥地上 从门卫室前偷溜着手脚麻里爬进了校门 要搁在往常 他们四个进来了 第一时间准坐回班里 假如被教导主任点了名 或放学时 在校门口被带住了 也至多回答一句 我刚才上厕所去了 教导主任再怎么生气 也抓不着把柄 今天却不同 那什么 你们 你们几个 先回去吧 蔡芳源吞吞吐吐的 走在半路上说 于乔回头 连同林奇乐 杜上 全都看他 我先去趟校长室 蔡芳源尴尬到 眼神闪烁 你去校长室干嘛 杜上说 蔡芳源偷眼瞧了乔林奇乐 又瞧另外俩哥们 我 他索性说了 我的书让他拿走了 我得拿回来 林奇乐眨了眨眼 诧一道 什么书 他拿你的书干什么 杜上在旁边 表情略尴尬 于乔无奈地看蔡芳源 你自己去啊 他抬起头 瞧了一眼 学校的二层楼有多高 于乔又和林奇乐对视了 一眼 林奇乐二话不说 把身子一扭又开始给这三个人带路了 作为学校广播站的前任播音员 林奇乐过去没少进出校长室 对那个地方 他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四个小学生绕过了教学楼的墙根 走上台阶 悄悄聚在校长室窗子底下 校长室在二楼 虽说后墙这条小路也高 但也不好往上爬 蔡芳源苦着脸 在其他三人坚决地注目下 抱着头先行蹲到了墙根处 林奇乐走过去了 他脚穿的小红鞋踩在了蔡芳源肩上 四个人里 属林奇乐最轻 可蔡经理家 这位公子娇贵的身躯 仍是不堪如此的重负 你就不能轻点 蔡芳源惨叫道 林奇乐踩在他身上 人站得高了些 脚底自然不平稳 你 你别乱动啊 林奇乐把手扶在粗利的墙面上 低头慌张道 于乔和杜上这时候赶紧过来帮忙 他们俩一人一边 熟门熟路的 抬起林奇乐的鞋底 把他更往上面推 好让林奇乐踩到 他们俩人的肩膀上去 林奇乐使劲用手在上面扒 手指尖生疼 好不容易才把校长室那扇窗户扒得更开些 蔡芳源算是完成了阶段性任务 他拍拍肩膀上的灰 站起来退到一边 伸手指挥道 快点啊林奇乐 肚上从下面撑住了林奇乐一只脚 特吃力 你是不是又沉了 林奇乐也顾不上搭理他们 他双手使劲扒住窗户两边 左脚踩在了肚上手上 右腿膝盖曲起来 磕在了校长室那道金属质的窗框崖子上 膝盖在窗框上压下去了 再起来就是三道血印子 林奇乐却毫不在意 他左脚一蹬 身体向前从校长室的窗户里一个跟斗翻进去 英姿飒爽 完美落地 虽然没有观众为他鼓掌 距离放学还有半小时 往常这时候老校长总在国旗赶下摇头晃脑的听善田方评书 校长室里一向是没有人的 今天却与以往不同 蒋乔熙在省城实验富小 可是鼎鼎有名的傲数尖子 拿过年纪第一的 老校长 他绝对不可能来咱们这入学考试只考十分啊 判卷判错了吧 错什么呀错 只听校长本人在办公室外间无奈道 他一张卷子只写了一道题 别的连打都没打 不管这孩子是不会做还是不想做 这分数在我们这儿只能重新读三年级 孙校长 那个人崩溃道 孩子今天第一天从省城过来 坐车颠簸了那么久 是吃也不习惯 睡也不习惯 他 他纯属发挥失常啊 你们这就是为难我了 老校长说 是您为难我们 那人都快哭了 人家蒋经理这个儿子能从省城转学到咱们这儿来 是对咱们教学水平的信任 孩子九岁了 你让他重度三年级 不可能的 你也要看看人家电鉴公司的面子 蒋经理现在提的呀 我告诉您 过几年回了总部 直接就是二把手了 相比外间的争执吵闹 里间就安静多了 林奇乐也是这时候才发现 并不是没有观众的 就在不远的地方 沙发旁边 站着一个挺高的男孩 虽然素未谋面 林奇乐如同忘了眨眼 他出了神了 盯着他看 不 不是一次是两次 林奇乐一生中曾遇过无数看起来跨不过去的坎 九岁那年他遇到了两道坎 至少在林奇乐长大成人之前他都没能跨过去 这男孩看起来很不友善 他周围极安静 安静得甚至有点肃穆的意思了 站在这里 死气沉沉的连呼吸声也没有 他穿着林奇乐从没见过的衣服 背着林奇乐从没见过的方形 黑色书包 站在一只行李箱旁边 他不像群山市的人 不像林奇乐生活中的人 肤色雪白 是林奇乐只有在卡通动画里 才见过的那种男孩的样貌 他抬起了眼睛 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寂静气氛里 把林奇乐刚刚整个犯罪过程尽收眼底 林奇乐 身后的窗外 是蔡方元压低了声音 在催促他 你找着我的书了吗 紧接着是杜上的声音 你先告诉他到底什么书啊 我用挂力包了书皮了 蔡方元朝楼上喊 正面写了我名字 还有小学生必备古诗词一摆手 蔡方元 我就知道是你 不知怎么的 老校长突然从外间打开了窗户 他朝楼下喊道 你们几个兔崽子 给我站住 林奇乐下得手指揪住了自己裙子 他看着里间的门被从外头猛地推开了 好多大人闯进来 他们围在那个过于安静的男孩身旁 差一望着眼前这个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小女孩 老校长也进来了 他一见林奇乐傻站在窗边 痛心疾首道 林樱桃 现在打电话 把你爸叫来 星号 电键公司林电工 林海峰 正在车间里埋头工作 他接到同事传来的口信 一是说 总部大领导 讲证讲经理 调到群山工地来了 今晚在工人俱乐部 要办一个小型的欢迎会 二是说 林樱桃又闯祸了 电厂小学 孙校长叫林爸爸去学校 听讯话 林电工从梯子上慢吞吞下来了 苦笑着脱手套 摘掉安全帽 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素朴的工作服 胆胆身上的粉尘 他家有个调皮捣蛋的女儿 在群山工地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在值班表签了名字 翻过了下班牌 林电工这就可以下班了 他走到人事部门口 小唐 他朝门里说 新婚快乐呀 林工 赶紧去吧 小唐把一包喜糖塞给他 他和周围几个女同事一同笑着 蔡经理何鱼 班长已经在外面等你了 好好听讯话啊 群山项目工地总经理 蔡月 是小学生蔡方元的爸爸 群山项目工地检修班班长 劳动模范于震锋 是小学生于乔的爸爸 群山项目工地普通电工 林海峰 是小学生林奇乐的爸爸 三个大老爷们 人到中年 挤在蔡经理那辆小轿车上 从工地网中能电场小学 浩浩荡荡赶去 出工地大门的时候 几位门卫小哥也笑着打招呼 蔡经理 余班长 林工 又去听指示啊 蔡经理这个人 举止泼斯文 戴个金边眼镜 儿子成天闯祸 做天做地的 他也蛮不好意思 他朝门卫招了招手 大门开了 他对身后两位老弟兄说 总部调来的那个蒋经理 昨晚住在招待所了 我今天请生产部的刘经理 拉了一帮伙计去帮他搬家 今晚叫刘经理代表他们敬个酒 搬到哪儿去了 余班长 人高马大的 坐在后排 他一个人就能占两个座位 皱个眉头 都糊糊声微的 家属宿舍不早就住满了 蔡经理伸手 一指于班长身边的林电工 林工家隔壁那个锅炉队鱼队长 上星期 不是调来水工地去了吗 房子正好空出来了 于班长听了 点点头 没再问 林电工倒是很意外 我们那排 房子小了点吧 他从总部来的 能适应吗 总部来的也没办法啊 蔡经理瞅着窗外 电厂小学眨眼就快到了 他无奈倒 蒋经理身边 就带了那么一个儿子 领导房都住满了 只能弄套双职工房 给他先当单身宿舍住着了 以林奇乐为首的电厂小学 四个叛逆分子站成一排 站在老校长办公桌前 一个个低着头挨批评 林奇乐睁着大眼 偷偷打量 校长桌上那只燕台 他发现那个燕台里头 一圈一圈的 像树的年轮 难道燕台也有年轮 杜上和于乔 蔡方元仨人站在旁边 扭头瞅那个 被一群大人围住的转学生 窃窃私语 哎 你看他穿的那些 蔡方元用手掩着嘴 压低声音 美国乔丹 好几千块 外面传来规规矩矩的敲门声 门一开 就是蔡方元他爸 蔡经理的声音 自证腔圆的 蔡方元 又惹什么麻烦 让孙校长生气了 那声调起初是颇具威严的 这时忽然转了个方向 像初秋的柳叶子 打着悬就成风上去了 哎呀 讲经理 蔡爸爸声音里全是惊喜 在外间寒暄起来 太巧了太巧了 你来给 来给孩子办转学呀 林奇乐悄悄转过头去 他看到了 爸爸出现在门外 不同于蔡经理 在人群中热情的攀谈 林电工脸上带着笑 却一直停留在人群外援 爸爸 林奇乐小声叫他 爸爸 三位家长跟在老校长身后进来了 还有那群陌生的大人 老校长边走边解释 这三位 常来 来我这就跟串门一样 林奇乐躲到了爸爸身后 手指抓住爸爸工作服的一脚 林电工一开始检查了他受伤的膝盖 又问其他几个孩子有没有受伤 特别是肚上 膝盖疼不疼 爸爸匆匆小声问他 林奇乐立刻摇头 两条马尾在他肩头扫过 老校长坐下了 端起茶缸子喝了口茶 然后开始今天的训话 主要针对这四个明顽不灵调皮捣蛋的问题小学生 林爸爸一边跟老同事一起听着 一边从裤袋里摸出一小块红色喜糖 向后塞进了林奇乐手里 林奇乐忍着开心 用手心包住那块糖 飞快藏到了身后去 为免被其他人发现 林奇乐朝周围看了看 又向后瞥了一眼 那个叫蒋乔熙的省城来的男孩子 被一群大人围在中间 就站在他的身后 蒋乔熙垂着眼 面色苍白 神情冷漠 仿佛在这里多待一分一秒对他而言都是折磨 他已经快无法忍受了 只是身边人太多 父亲也在 他只能这么坚持着 林奇乐一愣 立即转过了身去 他咬了咬自己的嘴唇 也学着板起脸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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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